如果政府的效率是這樣子 那政府一定停擺的 去年就可以把這事情講清楚了 如果他有這樣的疑問的話 不會拖到今年 所以覺得他失職就對了 我覺得沒有禁責 國民黨提名台北市長參選人蔣萬安 近日猛攻疫苗採購儀雲 批評陳時中把關鍵資訊塗黑 根本是做版套 陳時中今天出席 醫事團體後援會成立活動時 再次回應蔣萬安 當初一切都叫會議走 拿出來的東西不滿意 當時就該講清楚 當召集人在開召集會議的時候 就要清楚講出來 不要再事後再來講 那這樣會議開不完 他是立法委員 是一個委員會的召集人 那也是調閱小組的召集人 然後他自己在開會 然後過了一年才說他看不到 如果政府的效率是這樣子 那政府一定停擺的 去年就可以把這事情講清楚了 如果他有這樣的疑問的話 不會拖到今年 不止罕見的強勢回應蔣萬安 對於另一對手黃珊珊 直到昨日才宣布請資 正式投入台北市長選戰 把行政資源用到最後一刻 他也不忘酸個兩句 望基本上那個 黃珊珊副市長只有市府出來嘛 那應用一些行政資源 我想在所難免了 我想還是會持續的吧 好 蔣萬安早在5月25日 就接受國民黨中常會徵召參選 陳時中則在7月10日被民進黨提名 並宣告參選台北市長 昨晚才提出辭稱 台北市副市長黃珊珊 最遲在明天就會宣布正式參選 三角度終於成行 而歷年來台北市長選舉 曾經歷過1994、1998、2006、2018年 共四次的三角度戰役 三方角力下就容易出現七寶效應 前總統陳水扁日前就曾表示 年底的選戰和1994年相似 藍綠兩黨對決夾殺之下 黃珊珊可能就是被棄的那一人 不過當年七寶沒成功 自己得以順利當選 今年也一樣 相信陳時中可以拉大差距 成為相隔24年後 民進黨第二位台北市長 就連藍營議員秦惠朱也直言 黃珊珊走中間路線 而且民調始終排第三 很可能被藍綠兩邊排擠票員 因為選民通常是棄三保二抗一 比賽還沒有開始 所以請大家就是都要努力 每天都在想著棄保 但就什麼事都不用做了嘛 現在很多他的那個李鴻源 都要擔任他的政策總部位 那看起來他的班主 其實滿多都是過去 他清明黨時期的一些戰友 那您的評估是 他能夠搶的 藍綠的票比較多還是綠的票嗎 這很難評估啦 要端看他的一個政策的形態 不過我想大概就是跟 跟蔣灣互搶一些票是難免的啦